加班 加不完的班 老師啊 昨天聽到有人用爛招逼人走路 職場伸晶耍爛招 小心害人又太急 上班最害怕碰到這種小人 可惡啊 對 明明自己沒做錯什麼 突然間走路了 是自己 可能會被自己也是小人 這個從來沒有人自信 從來沒有自我發現 搞不好自己已經是小人的 有時候我常碰到自己來跟我 一直打別人報告的 我心裡講 你想的都是你自己 對啊 妳會討厭廖伯亞嗎 可是廖伯亞就是 又愛又恨 老實說 老師就是這樣 等一下 就是討厭人家打假報告 但心又愛拚八卦 一碼歸一碼 我也是一般人啊 妳有時候就是會矛盾 會有時候 因為我覺得 講到今天的小人招數好了 因為說句實話 在社會上混的能者 一定要有一些尖巧 蠻整人意道德 我覺得也蠻討厭的 沒有 因為小人招數你要會 可是要用的恰到好處 今天要教教大家 今天要教 如何防範 也如何讓你成為真正的小人 對 成為真小人 我自己討厭偽君子 沒有 那倒是 寧願是真小人 今天教你當真小人 那一招數 小人不是人人能當 沒有錯 有時候講開了 搞不好是上去了 對 今天都是小人大咖代表 真的 歡迎來賓第一個 最懂演藝圈深層之道 urun means 你想想ales 是 eigentlich 歇一會 歇一 허 我覺得已經昇華了 生活 心靈有這個動作 好 接下來下一位 江湖人稱喵喵城 看透職場生存百態的資深記者胡孝成 大家好 平常如戰場 所以投名狀告訴我們 並不驗詐 這是戰爭 對 戰爭 下一位 我會覺得很意外 沒想到 我們叫做美容界的安東尼 但是他說職場應對險招 他是了美容老師 Sam老師 大家好 因為其實在職場上有些人 你就看似單純的環境 其實在背地裡他是不單純的 不會有時候不要傻傻的當爛好人 或害到自己 美容界那些老師也是有美感的 下一位 他真是衣臉小甜甜 笑容可惜 但是誰知小人手在哈睡了 職場觀察家周文人 大家好 體肤無罪 懷敵齊罪 對 當你擁有了才能 或者是卡到公司的好位子的時候 你就變成別人要供給跟陷害的標的 所以當你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呢 不要太過的激憤 要冷靜的面對 免得著了小人的道喔 對 不是說真的喔 各行特異耶 說當體 你連軍中都是這樣子 是啊 要升的話一定是有好幾個人選 要怎麼樣被看見 要怎麼升上去 那有時候要耍一點小手段 玉琳哥是不是這樣 而且要裝神弄鬼啦 你製作 要裝神弄鬼 因為你耍那個手段呢 也要讓老闆注意到 製作單位有一段時間流行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喔 因為那個薪水越來越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做一個節目 最好我把別的節目也都過來做 雖然薪水不會雙倍 那起碼呢 你本來五萬可能會變七萬 所以呢 就很多會出這種奧帽就是 那個他的隔壁單位喔 收視率一直直接下滑 可是老闆還是很挺另外那個單位 那現在這個有所塗抹的製作人 怎麼樣把他的那個單位吸收過來 他就開始每天搞一些 那種裝神弄鬼的招數 他們是隔一個透明玻璃 他就怎麼樣有一天買那個報紙來 然後就把那個玻璃貼起來 那這個舉動在辦公室很突兀啊 怎麼會貼那個報紙 然後老闆一定就注意到了嘛 他說你幹嘛搞成這樣 這種能看嘛 老闆 因為喔 他們自己都不想內容 然後都每次都偷看我們 在做的東西 是抄襲 對 或者是偷我們的那個氣蛙案等等的 那老闆 你是貼報紙的那個人還是 貼報紙的那個人 那因為你沒有做這個舉動的話 老闆不會發現嘛 然後好啦 那老闆現在對這個 這個團隊的製作人呢 他的觀感就開始慢慢不好了 然後接著呢 就對這個製作人 他所節目製作的那個主持人下手 比方說 但錄影的時候你是那個主持人好了 然後我就閒在無視 在那邊晃進攝影空 然後嘿 那搞下去不行啦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的開場應該怎麼改 你不要再跟徐約老師 那邊歸扯那些 那沒人要聽 什麼 你什麼比喻啊 就是三風點火 難怪都被撿掉 三風點火 然後這個主持人呢 慢慢的呢 他就會覺得說 好像你比較OK喔 因為反正那個節目 好像給他一個良心的介意 對 那個節目收視率不好嘛 所以你講的話都是香的嘛 我曾經碰過有一次怎麼樣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那個主持人 因為每次去我們就建議他 建議他建議他 他後來有一天終於忍不住 他說 哎呀 這個就直接叫玉琳來做就好了嘛 那個 他故意講給那個製作人聽 所以你從 他的主持人到這公司的老闆 已經形成那種氣憤了 就不信任 對 後來有一天老闆就說 就把這個製作人調去別的部門了 然後就順利的接收他整個團隊 然後就順利的達到升官 你本來是製作人 變成節目總監 薪水呢 也從本來的五萬 然後可能就變七萬八萬這樣子 那就達成這個目的 其實不同行業 可是招數類似對不對 像邵珍哥是在記者圈嘛 對 那除了裝神弄鬼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 除了狐家虎威喔 那一個公司裡面最怕什麼 就是怕所謂黃清國氣 也就是當主管 非常怕這種黃清國氣 因為根本不曉得到底 你到底衝突到誰這樣 我記得我過去有一個電視台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個主播 非常滿漂亮這樣 後來之後呢 結果大家對他都不敢怎麼樣 為什麼 聽說啦 因為他很滿有心機的 他就是會跟他的姐妹討論 因為女生會相處很好 你就不經意的講說 我跟你講當董事長是我大伯 你知道這個話一出來之後 透過這樣的有效傳播之後 變得就是 原本只是下面基層知道說 原來當你殺大伯之外 到主管那樣就耳聞有 他有這種狀態 所以我們這位女主播呢 就這樣在這個公司四年來 真的風情 暢行無阻耶 走路跟螃蟹一樣 然後比螃蟹還囂張啊這樣 後來呢 包括他什麼心情不好呢 他就要請假 我們就讓他請 因為不得不請嘛 因為當董事長大伯嘛 那他為什麼不高興的話 就倒楣是我們這樣 因為到後來這樣 搞了四年之後突然間 因為他跟那個 我們當董事同性 我們也不宜有他 到有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跟當董事 就我們主管跟當事吃飯 就說哎呀 那個你的那個子女啊怎麼樣 子女 我哪有子女 不是那個某某 都是你子女嗎 搞半天一點關係都沒有 最悶的還不是我 最悶是我們副總 因為我們副總 扒他扒得要死 結果咧 結果也扒錯了 有這種胡椒胡椒 還滿有用的這樣子 不過這個會戳破的 這樣好要用之前三十二起 對啊 這招我覺得是 蠻弱的 還有更特殊的姓 因為就是林啊 成啊 王很多 如果你的長官呢 或什麼姓很特殊 很容易自己揣測 對 剛好就姓一樣的時候 對 所以像他這個就很好用 對 就那種故作玄虛啊 這樣感覺起來 好像跟高層一點關係 有很深 密切的關係 這個會讓人家很害怕的 這也很傻 所以職場呢 這個職場鬥爭 心風邪雨對不對 對 你是一定 你不一定要用這個爛招 但你繼續嘛 你要懂對不對 好 第一招是什麼呢 隔岸關火 剛剛文綺分享的 對吧 對 但今天呢 要講到隔岸關火 是 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這成音 在座都聽過 有 你們不知道 我們有請大師 生活大師 隔岸關火原來的含義就是 隔山關虎鬥 台語就是 站在高山 看馬上 站在高山 看馬呢 護庭 護庭 對 那在職場上呢 就是怎麼樣 當別人有紛爭的時候呢 你按兵不動 等到他們反目成仇的時候 你在 這你在嚇重心 對 你是一個激怒的 對 很榮誤 對 坐享其成 坐享其成 對 所以隔岸關火是一個很重要 要的訣竅 因為有時候你支持這個 支持那個呢 很容易被貼上標籤 對 那等到呢 這個戰爭告一段落的時候呢 那你也被歸類為某一派了 公司最常分成什麼派呢 老闆派跟主管派 我曾經就是 因為這樣子被鬥下來的 主管還沒跟老闆有紛爭 做節目的觀念 想要找哪個主持人 想要用什麼樣的單元 意見都不一樣 那你跟老闆久而久之 會形成一種緊繃的關係 你覺得說老闆俗氣 然後老闆想的東西是不OK的 我的才是OK的 每次聽老闆每次死 每次照著一直做呢 熟識就都很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個 我下面一個聰明的下屬呢 每次我跟老闆要開位之前 我就說 你等一下講一點話好不好 你不是也不贊成老闆嗎 為什麼每次老闆講什麼 就頂頭如搗亂說 對… 然後呢 開完會以後呢 又在那邊碎碎唸說照老闆上做會時 然後就好 運哥這次 反正你盡量講我會支持你 開會的時候一樣嘛 我跟老闆正風相對 他在旁邊又在那邊 好像謊神這樣子 然後老闆說 玉琳 真的每個人都覺得 你的想法是對的嗎 我都是啊 不然你問他 然後那個人說沒有啊 沒有啊 就都OK啊 其實你們兩個講好就好了 他就永遠都扮演這種 隔山刮虎鬥的角色 有一次喔 跟老闆吵起來 吵得很激烈 他竟然還有辦法睡覺喔 因為可能那個會議太久了 他就開始沉沉著睡著 然後後來跟老闆終於 整個起衝突了 老闆就說 玉琳 這樣子好了啦 不然你就不要幹了 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觀念不一樣 然後我就說 好啦 不要幹就不要幹 然後老闆就 砰 你說不要幹就不要幹是不是 結果那個人就驚喜那個人 誰啊 誰不要幹 你們誰不要幹 還有誰能不要幹 難道是老闆不要幹嗎 他醒來說 是誰不要幹這樣 我第一個講到的就是 有沒有傷到你咧 沒有啊 後來 總之我後來就離開 離開那個單位了嘛 離開那個單位以後呢 那後來這個人呢 這個人 接你的位置嗎 對 就接這個位置 因為後來才發現他背後 也常常跟老闆講說 那個玉琳哥每次都這樣 陽奉陰尾 你每次講什麼他都說好 其實去錄影的時候 都不是錄那些東西 其實在 其實像化妝品的這個擺貨業裡面啊 他們你會發現 比較大一點的擺貨公司 就是業績好的話 可能會占到十幾個美容師喔 一個專櫃小小的 對 滿滿的這樣 對 因為他們業績很好嘛 那有些可能比較不好的 擺貨公司 也不能講擺貨公司不好 就是可能業績比較不好的 那些專櫃 他們可能就占三到四個 然後因為擺貨業的這些美容師 他們都有分個機跟團機 就是大家一個月一起抽成的業績 跟每個人的每個月的個機 然後去不同的趴數去抽成的 然後因為有 就是曾經有一個 就是他的專櫃的業績沒有很理想 他們可能 基本上要占到四到五個美容師 不過那時候只剩三個美容師 那是不是他們每個月就可以去分這個 團機跟合機 是不是可以分得更多 因為只有三個人來分嘛 那時候公司就會派 就是新人去報到 那問題是在擺貨業裡面 像比較嚴謹的那些化妝品品牌呢 他們是不允許拿同品牌的 包括化妝品 包包什麼都不行 敵對的 敵牌的 對 比如像雙膝牌 是不是也有出化妝品 對 所以你如果不是在雙膝牌 比如說你是在A品牌的化妝品工作 你上班連雙膝牌的包包都不能背 對 就這麼嚴 然後那時候新人就來報到了嘛 那因為有些新人他可能是剛入社會 要做美容業這一行 所以他可能以前有買過雙膝牌 有買過什麼 他才剛進去你這個上班牌 比如說上班牌這個美容的這個 這個裝櫃 這個品牌 然後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以前的這些東西 他不可能才剛上班 就去買很多自己裝櫃品牌 跟化妝品來平常補妝用或幹嘛 然後裡面的學姐都不跟他說 就說你可以用 而且還甚至來送他 別的品牌的一些包包 他說我這邊有一些粉餅 是你的顏色 可能唇蜜 你上面我們有規定要擦比較亮的 什麼什麼 那可能新人沒有那麼多東西 他說我這邊有 不過有用過沒有好可以 那些新人就覺得好感激的 學姐對我好好喔 就送我這麼多保養品 甚至什麼粉和什麼 結果呢像我們就去尋了 職場小人最常用的招數之一 道人是非 遇到金主 就說那個女一 好可怕喔 她跟導演 昨天晚上好像 然後我們有看到 然後我們就去尋了 然後我們有看到 我們就要記點嘛 然後只要記到三個點 你的考核就不會過了 然後因為他們就是 不想讓這些新人 進來我們 再進來 因為我們不想讓那麼多人 來跟我們的抽成 對 所以呢就 那些新人就被怎樣 就被記點 然後就等於說考核就沒過 就走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 因為新人有時候 也不敢去反應 他會覺得好像 如果我當調 我以後在這個專櫃生存 我是不是 那些學姐就會 對我不好啊 對不對 我就不能繼續在這個專櫃 工作下去啦 什麼 後來我們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又派新的新人去了 一樣的道理又出來 我想說 怎麼奇怪 明明就有先跟那些新人告辭 就不能用同品牌的 精品的一些東西啊 包包都不行 後來呢 那個新人呢 在考的時候我就問 他就說 不是已經跟你講過 不能用同樣的東西嗎 他說沒有啊 學姐有送我啊 他說沒關係啊 不會那麼嚴啊 他說什麼 對 等於說就要鬥走了 鬥走了好幾個 就很壞 好壞 就故意送別牌的 對 就是故意的 然後就是等於 他就在那邊看嘛 他只是這樣子 問題是這些新人 就永遠都進不來這樣子 玉琳哥你就比較不了解美容業 我承諾到底聽不懂他在講 你滿聰明的 對 我一直在想 晚上要去哪裡吃 沒有 沒有 什麼可以 他剛剛有什麼考核啊 什麼要記點啊 什麼什麼雙 我剛剛講那個雙溪牌 我想說奇怪 故宮那裡有出 雙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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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 不曉得 隔岸 你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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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要提醒大家 這隔岸關火跟那個 獄棒相爭 漁翁得利不太一樣 因為獄棒相爭 漁翁得利那個是無心 但是呢 隔岸關火那是有意 很可能 先看你們殺 對 通常都是點火的那個 那我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主管 我這裡要提醒很多的 中低階的主管 要注意那個高階主管 要幹了一件事情 他才會幹什麼 就做所謂的恐怖平衡 惡性競爭 他會這樣子 把兩個部門突然間 就變成一個部門 兩個部門 變成一個部門 總有一個頭跟一個副手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又會很故意的就是 把這個副手的那個 給你的權位 職權 又大於他的那個 原來的那個 原來那個 可能那個主管這樣 公司好像常做這種事情 然後更賤的地方在哪裡 我對不起 我一定要講賤這個字 你知道嗎 因為我碰過這種情況 那個主管會告訴你 假如說 玉琳是其中一個主管 我講玉琳 我跟你講 我很器重 我把你們兩個部門 併在一起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就是要給你好好表現的機會 你要把胡蕭成幹掉 好不好 以後的話你就是投 結果他跑到我這邊來 有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你要好好的表現 我要把那個什麼玉琳幹掉 但是因為找不到好的方法 所以呢 你要好好表現 兩邊都講一話 兩邊都講 這個太炸了吧 這很炸 他就這樣子 當然這兩個人的話 一定會出現 為什麼要求表現 等於是一個指令 對 一定會互動 等到假如鬥完 然後叫我鬥敗 然後玉琳他 他就勝出了 這樣子 他就懷下一個 Sanna 我跟你講 又兩個都在併在一起 Sanna 我跟你講 你要什麼 同樣的一個勞肯 他目的是要提升績效這樣子 對 理論上他是這個樣子 當然你有沒有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這樣逼走一個 一定會覺得好像受不了 我要離開 對不對 對 我沒有給資遣費 他彈算的其實是後面 這帝王術也要學一下 這招好像公司會用這種造型 恐怖平衡這個我了解 因為我們每個位置 盡量都會擺兩個人 良性的互動 良性互動 可是會公開講 就是你做不好 誰會取代位置 老師你是好人 可是太過分了 因為我都遇到老闆大部分都壞了 對啊 會公開講這個就是良性的 對啊 有一種他是暗地理 暗地理講 大部分都暗地理比較多 難怪我還沒上市 因為都公開講 這才夠厲害 好 下一招是什麼呢 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大師 先解釋一下 落井下石 這四個字呢 已經很充分的表明它的含義了 一個人掉進去 你要不要拿把扇子 一個人掉進去 一個人掉到水井裡面 那個已經在哀求你了 在向你求救的 你本來應該是伸出一把援手 你不但沒有這樣 嘿嘿 血 好痛啊 好戲喔 了解 對 這就是落井下石 就是別人有難 你非但沒有伸手援助 你反而還雪上加霜 再給它致命的一擊這樣子 你是不是最喜歡落井下石 我是常常被人家落井下石 你是被人家 被人家落井下石 因為我的人 我是看到有人 人家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我會那個幫忙人家的 Vivi妳有要分享 像我在之前設計公司 真的很明顯 就跟Jerry一樣 他一定深感其實 幹同身受 之前有個同事 他是一個很熱心幫忙人家的設計師 他就帶新人 然後帶新人他就是覺得 你是新人 我一定從頭到尾教你 然後教得非常認真 新人也都很認真的學 可真的要做的時候 新人就會找很多方式 就說我去幫你買飲料 我去幫你幹嘛 就跑掉 然後那個舊人呢 他就是說沒關係 反正新人嘛 我就帶你 然後可是久了之後 他事情越做越多 本來是要分擔他的工作 變成他還是做那麼多 然後新人變成是 比如說呢 不是他部門的人要做事 他都很熱心幫忙 然後主管一要幹嘛 他也去幫忙 然後反正他自己的事情 他就永遠都放在那邊 就是跟著學 說我不會 我會很努力的學 就是抱那種心態 然後那個舊人久了之後覺得 我事情這麼多 我根本忙不完 等到出錯就完蛋 出錯的進度趕不上 被主管叮的時候啊 然後如果那個主管 氣得要把那個主管 fire掉的時候 主管要把那設置fire掉 說那新人馬上去 跟主管買飲料 跟他說 我有跟他說 要怎麼做我可以分擔 可是他就是不放手 然後一直要 一直說我不信任我 我是新人 我不能做 然後他就是這樣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是那個新人 他根本就不願意去學 然後只是一天到晚 就奉承主管 然後主管來 他就馬上開始做事 然後任何老闆來 他就開始很忙的 然後他就開始割東西 然後等到主管老闆一不在啊 他就是開始跟同事聊天啊 哈啦 然後所以最後那個 那個舊人真的很傷心 然後之後 我記得我離職之後啊 是那個新人升上去了 變設計師 哇 對啊 另外一個很長 夭壽很長 這是不生成術啊 對啊 好像公司會常會發生這種事 這種落井下石人 基本上來講就是居心叵測 他是屬於鄭小仁的一種 就是這樣講 我們過去有一個經理 那個經理 當然他情勢作風比較 他就個性比較衝 他很喜歡用那種辱罵 或者是斥責的方式 然後來領導下面的人 當然就是有一天的時候 他可能就罵到了一個主任吧 這個主任呢 可能就是有點不太高興 就是說他就被人家這樣罵 正好他又聽到就是說 他就有另外一個人 我們通常做到主管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種所謂的 那個政敵你知道嗎 都想把他關掉這樣 結果他就聽到好像就是 有另外一個好像看起來 有點要爬起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找了別人有沒有 去弄這個經理 當然就講了一大堆的資料 什麼樣的資料在公司裡面 老闆會很建議 公器私用 你知道 他用公器私用 然後當然他就找了一個 找了一個那個 一個下屬 然後就 這個經理有公器私用的行為 當然老闆就開始出現 就是有點質疑對不對 職疑的時候當然就 然後這個主任就跑去跟經理 就書誠了 他說大哥 我跟你講你永遠是我 永遠的大哥 然後講一大堆 什麼什麼 當然對方就會 回報這種非常就是 熱烈的 溫暖的這種感覺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東西 該講的 不該講的全講光光 最後怎麼樣 落井嚇死已經不算什麼了 落井嚇死 這個才可怕 好嗎 這個主任後來之後 就寫了 大概有五千多字的報告 這五千多字的報告 把它過去 很多的那種 看起來有懷疑的地方 每樣東西都安一個 工器私用這樣的一個罪 錯了嗎 最後的時候這個 因為雖然查無實在 但後來那個總經理 還是這樣 把這個經理就拔掉 這一拔掉之後呢 拔到哪邊去 你知道那個有多慘 他就跟他講 那你來當我的特助好了 結果這個經理想被拔掉 來當你的特助 隔天上班去報到的第一天 去跟那個總經理的秘書 報到就是說 那我的位置在哪裡 你知道那個總經理秘書 跟他講什麼 他說 哪邊有位置你就去坐哪邊 就是只要不要離開公司 然後呢我call你的話 五分鐘內誰傳誰到 結果我們這位經理呢 就跟遊魂一樣 就在公司裡面 從一樓逛到 每天都從一樓逛到九樓 從一樓逛到地下室這樣子 他坐在那個書報攤 旁邊那個沙發也可以 我常常看到他坐在那個 三樓的那個 有一個像是一個休閒區的位置 坐在那裡發呆 就這樣子啊 而且這個已經就算了 你已經被逗得那麼慘了對不對 沒想到那個 這位主任呢 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往上升了一級 趁了一級之後呢 會想想 他要有表現的機會 再把他過去 沒有寫完的那個部分 有沒有 繼續再加料下去 再下去 所以我跟你講說 若瑾下次已經不是最狠了 你石頭砸下去 你還拉了一坨死在人家頭髮 其實他是在公司已經十幾年了 風評也不錯 是老闆的心腹 但是這個大老闆呢 因為他到大陸去開闢江山 所以他就把台灣的經營權交給總經理 那我這個朋友 我們叫他捷克好了 這個捷克呢 就被這個大老闆 留在總經理的身邊 那當然美其名是幫助總經理 但是那個老闆心裡可能有一個 就是放一個棋子 在總經理身邊的 這樣子的一個涵義 那所以總經理當然覺得盲刺在背啦 所以他就到處找這個人的麻煩 然後找到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就要把這個人給降職 那最主要的就是 想要讓這個盲刺不要在旁邊干擾他 好 那其實以這個人在這個公司的風評來說 他不要太激動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慢慢是可以解的 但是旁邊就有人非常的 嫉妒他的職位 想要把他幹掉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們就用了一招 非常狠的落井下石的方法 那這招真的非常的有創意 又到了美日成語時間 神功來上課囉 鳥戰雀草 好難笑 有一隻鳥飛到了雀的草裡面 然後等到雀回來 旁邊就有人非常的嫉妒他的職位 想要把他幹掉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們就用了一招非常狠的 落井下石的方法 那這招真的非常的有創意 就是他們寫了一段 對於這個人的一個質疑 大概也是像孝誠哥講的 其實正職的人都很討厭人家說他公器私用 或公私不分 所以這個要陷害他的 就是總經理人馬下面一個 要搶這個職位的人 他在臉書上就寫了一段似是而非 然後就是在攻擊這個人 說他公私不分的這樣子的一段話 但是這段話其實是會被告的 所以這個人十分鐘以後 就把這段話從臉書裡去拿掉了 但是他怎麼做呢 就有人會去剪輯這段話 把它摳下來 然後在網路上一直翻 一直翻 那因為有爭議性 所以你知道其實人都是 一碰到什麼好像什麼爆料 有圖有真相 就在網路上一直翻 一直翻 那雖然說我這個朋友 他後來找了律師 他找了律師以後 這個風評就很快的 也就停止了 但是卻造成了他個人名譽上 很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他後來也就是 就這樣子的被幹掉了 對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有人非常羨慕他的職位 想要藉由這樣子的小事件 把他幹掉 防不勝防 好用心機 第三招是什麼呢 遠交進攻 什麼意思呢 遠交進攻 就是 這是什麼 就是聯合次要敵人 在戰國時代 對 打擊主要敵人 在戰國時代 秦國 因為接受了這個張儀的建議 他說你要遠交進攻 用合眾聯合 合眾是這個抒情的方案 那聯合的方案 就是這個張儀的方案 你去跟 反正都是你敵人嘛 那你就去跟遠的那邊 那個結交一個好的關係 然後來攻擊你現在身邊的主要敵人 在職場上 這種方法也很多人在運用 校正哥 你怎麼樣 你覺得他比喻得怎麼樣 比喻得不錯 對 還是你剛剛也在想說晚上要去吃 吃奶加鐵飯 這個是要聯合鄰國 打擊主要敵人 對 職場上也是這樣 職場上你為了博上位嘛 那博上位的時候你要去幹掉這個人呢 你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嘛 所以常常就是會聯合其他的人 一起來打擊這個人 但是總有一天呢 他主要聯合這個人 一天也會變成他的對手 煩咬你 對 沒有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怎麼辦 你再去聯合其他人 再來打擊他 一直打到的這些人都 這樣不行 剩下你一個這個故事怎麼辦 而且這樣人生會很累 你一直要去跟誰要打誰這樣子 可是你身旁沒有朋友 你只好去找遠的啊 但是在戲劇圈上有這種故事 就是一群人呢 女主角的位置 女衣 女衣的位置 對 那你去跟那個女衣幹 你幹不過他嘛 能夠幹到女衣呢 他可能背後有強大的人脈 當然啦 我們現在都鐵開條件 美衣財經一定是基本上都會有的啦 就是外型啊 演技這些都是OK的 那他一定可能跟導演啊 跟製片啊 跟金主啊 他有相當的人脈關係嘛 所以他們就很習慣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要幹掉這個女衣 那我要怎麼辦呢 我是女二 那我就聯合女三 女四 女五 女六 然後就整天呢 去講這個女衣的壞話 遇到金主呢 就說那個女衣 好可怕喔 他跟導演 昨天晚上好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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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主聽得不爽嘛 金主想說 我出錢 我在出 送妳在送 他就越想越不出味道 我真的是選一年看過這種案例 後來這些女二 女三 女四女五 女六 遇到導演的時候 導演 你不要再對那個那麼好了啦 你每次鏡頭 我給他拍那麼漂亮 幫他改台詞幹嘛的 我跟你講 他昨天跟那個金主有沒有 那個出錢的那個有沒有 有那個 無聊是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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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是造謠也不應該 他真的有看到嗎 你也知道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就是很多人 都會把謠言當作真話來聽 沒有錯 有時候記者已經都信謠言 而且潛意識裡面 你會相信謠言是真的 對 那反而真的事情 你還不想聽 真的 他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那就製造出他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團體裡面的矛盾 所以有一天 女一莫名其妙呢 就被換掉了 然後女二呢 就博上位了嘛 可是 大家會有一樣學樣 當女二變女一的時候 原本的女三女四女五女六 我說你當時就是這麼幹的 一定是怎麼樣 他們也會 到處去講 就爆聲了 對 所以他們也會有一樣學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 怎麼樣你知道嗎 阿比大地獄 阿比大地獄 阿比大地獄都來了 你永生永世 你在受這種苦 就是你 循環的 你這樣子得到得勢的話 人家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回報你 所以這個其實是比較負面的 非到必要之時 不要去用這種方法 因為會反噬到你自己身上來 我覺得很容易遠距要進攻 尤其你到一個新的團體 或新的組織 他本身已經很熟悉很嚴密 你進不去 你就會拉一個比較遠的部門 反正跟你沒有直接利益衝突 對不對 像我北部就跟南部特好 對 我們當朋友 因為他們沒有直接利益衝突 然後每次開會 我去看他們這樣子 所以 意思就是台北跟基隆 就是不是很好 北北基這邊就是 台北跟東北基 台北基好遠的一定會 通常基隆跟原來會比較好 基隆的東西跟彰化好一點 對 我是誰一點 意思是這樣嗎 是這樣的 那個眼膠進攻 通常要小心的就是 當你在參與者 你要先墊墊自己的份量 否則會變成陪葬品 對 在過年前的時候 在金控業有一個副總掉下來 就是在過年前就被拔下了 拔下來的情況 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 也算是心思縝密的一種 一種遠交進攻的一個手法 它是 我知道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就是其中有一個協理 他就跟著某一家 外面的別的金控公司的 也是副總 之前的交起來蠻好的 那他們兩個已經 談了一些地了 就是說 我們今天去弄哪一檔股票 把它弄上市上櫃之後 大家怎麼去share這個價錢 可是這個副總 就是被弄在這個副總 卡在那邊 卡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找了那個公司的副總 去放了很多的假消息 包括一些這種 故意導引的方式 就讓這邊的董事長 對這個副總的操守產生質疑 他就是這種方式 但是你在原外力 在攻進來的時候 你還必須要內力的 這樣子的一個鞏固 你才會成為真 對不對 他就找了一堆的這種 所謂的小主管 有沒有 共同就製造了一個 這種很可怕的 就是這種副總操守 有問題 然後刑事風格上面 來講的話 是不值得被信任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連搞兩個月 終於在過年前的時候 這個副總就這樣子 咚就下來 那下來之後呢 就還有後續 就過半年後 就是秋後算帳的時候 當時你跟著這個協理 現在已經身為副總的這個人物 在一起這樣子打 打這個副總這些人 目前我知道有三分之二的主管 已經被fired掉了 成功了 成功了 而且呢 這些就是所謂的陪葬品 所以我們講說 為什麼會有那種兔死狗亨的 這樣子的一個下場 所以做這個要小心一點 所以說興風協議不為過 第四個爛招是什麼呢 揪戰雀巢 揪戰雀巢 就是有一隻鳥 飛到了雀巢的草裡面 然後等到雀回來的時候 不還他了 好白話 所以叫做終戰雀巢 真的是蠻白話的 好直翻喔 雀巢不是一個飲料嗎 那如果隱遇到職場上面呢 就是這樣子 職場上你要成功 成功要有團隊 可是我平常呢 不去培養人 也懶得去教人 直接接收 那我沒有團隊怎麼辦 沒有團隊我就不能成功 他就去搞別人的 把別人的納為己有 所以這種惡劣的行徑呢 我們稱之為 揪戰雀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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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那時候就會出現那種空降的主管下來 那其實這個大老闆都懷著一種心意就是說 希望這個進來的新人呢 在他的這個私下受益之下 把原來那個主管給幹掉 那我就有看過一種手法 因為原來這個主管 可能他對下面的人本來就很壞 那新進來的這個呢 他其實就可以用比較溫和做好人的方式 不是黑就是白就對 對他只要花一段的時間慢慢的收買人心 當這些下面的棋子都變成可以為他所用的時候 那這個上面的原來的主管就已經失勢 那這個時候呢 大老闆也可以很放心的把舊的這個主管幹掉 那新來的這個主管就可以運用這個叫做揪戰雀巢 把原來這個舊主管的兵馬給收編過來 其實這個在職場上也算是蠻常見的一種方法 這是正面的結論 對 但是呢 他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的 不過在百貨業呢 有講一個 真的 百貨業 你確定你要講百貨業了嗎 對 然後我就跟你們在百貨業 我跟你們在講 整個大社會是 因為我剛剛講到就是 我剛剛是講到說 其實每個化妝品裝櫃裡面 可能都會有一些新人嘛 對不對 那因為其實新人 他們可能前三個月 他們是自己沒有算業績的 他們就不能抽團機也不能抽各機 他們是零底薪的 團機是什麼 就是 團體的業績 對 他們先去那些使用型 比如說你的底薪是幾萬八 然後加全景兩間 可能就是兩萬塊 比如說 可能前三個月只能領這兩萬塊 問題是呢 他平常還是要做業績 只是說他抽不到團機跟客機而已 結果呢 就有一個副貴長 有一個專櫃副貴長呢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資深配一個 比較資淺的 這樣一起站櫃嘛 結果那個 只要那個副貴長呢 跟這個資淺的一起在同一天上班 或同一個時段上班的時候 這個資淺的他只要一接到客人 因為客人來他不見得說每個都成交嘛 第一次他就發現這個之前的這個 新來的美容室只要看到 這一筆快成這樣他就過去喔 他就過去 然後 你去那個媽媽 其實我來就好了 然後是他來之後 這一筆業績就變這個副貴長的了 這個懂了 對 那久而久之是不是 這個之前的 他一直都沒有業績在身上 就業績變很少 然後那副貴他就各機多 然後自己的業績越來越多嘛 問題是 貴長本身也要做業績 因為是每個人就自己做自己的業績嘛 那久而久之一兩個月下來 就是發現這個貴 富貴怎麼一軍突起 怎麼業績變很好 然後好像就是很會做業績幹嘛幹嘛 結果這個貴長呢 就被砍下來了 就被降下來了 然後他就升上來當貴長 然後這個原本的貴長 就被調到別的貴當富貴了 這就叫 好壞 出戰雪草 好壞 我不知道是什麼 神玉玲演藝圈史 竟被放入教科書裡 現在的那個傳播科系 教科書上如果節目的發展史 都會記上個人一筆 就是大意就是說 台灣不讓成功的突破 那個政府拔令的重重的包圍 然後拓展了整個演藝娛樂的 那個新的心理 借刀殺人 剛剛一開始破題 玉玲哥有知道 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 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刀 就是我 小誠哥刀子借我 他說好 我就拿起來 不對 是不是啊 我借你的刀 你拿我的刀去殺人 就像 常常你們最好運用的 就娛樂圈最好運用 就是新聞局或有關單位 對 他會幫你變成一把刀 對 他就是變成那個 全蜜含去告狀 就會變成一種 二殺這種娛樂創意的筷子手 可是你喝尿那是娛樂創意嗎 那是娛樂創意啊 那是娛樂創意啊 我個人 我個人在娛樂圈最大的貢獻 就是我成功的拓寬 拓寬了我們的娛樂的範圍 別忘了 在我剛剛在做節目那個年代 還是戒嚴時期 還是戒嚴時期 真的假的 有被公認過嗎 有被公認 教科書上有寫 有啊 有啊 我覺得那個傳播科系 教科書上如果節目的發展史 都會記上個人一筆 就是大意就是說 台灣不讓成功的突破 那個政府法令的重重的包圍 然後那個拓展了整個 嚴育娛樂的那個新的這個 新的思維 有這一段 後來他就說 後來沈玥玲製作 退出製作圈之後 這個故事就叫 周楚楚山 他以為人家說 會做一個娛樂界的亂象 燒告平時 你說小鞋 周楚門嘛 你這個娛樂界 所以就是這樣嘛 因為你們無法想像 我們那個年代的做節目 可能就是 因為做創意的人 Ideal Man 他想要說 讓娛樂多元化一個 要突破一下 對 不要說都是好像 故步自封 或者是 就是千年不變的那種老梗 那我們想要突破一點呢 那有關單位就會像那個 在玩那個打地鼠一樣 你砰 他就可以打下去 沒有錯 各家電視台都有編審 編審還要再送上去 新聞局的另外一個團隊 沒錯 那台灣的綜藝能夠有今天 那個百花齊放的盛況呢 我們當時仙烈們的這個仙學 所推系出來 列祖列祖 那時候編審年紀都比較大的人 年紀都比較大 然後差不多 因為很多編審是屬於什麼 那個年代 那是可能就是五六十歲 然後可能本來就是 在某些部門 已經升不上去了 那可能就轉任編審 可是那種老人家 你要怎麼跟他說服喝尿 這要過這件事情 這我是很訝異 難度好高喔 絆動 也不難啦 就是你可能就是 出國回來有沒有 然後他說 大姐你好 然後就拿一個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拿到就 不錯… 那我明天要錄喝 你還說OK 真的還假的 真的耶 你都帶過在我那邊 然後他有時候錄完了 沒跟編審先報杯 他強調是以前喔 對 強調以前 那有時候錄完了袋子 因為賓神會先看過袋子 看完他 他如果要你刪也得刪 他叫你不得播 你也不能播 所以有時候袋子 那個BetaCamp袋子 觀眾可能不是很清楚 有殼子 蓋子的那一種 你拿去給他手會抖 然後說 請賓神多擔帶一下 這個內容有一點 有一點超過 但是希望還是讓我們播 有什麼責任的話 到時候我來彈就好了 那個編成 後來編成一打開 哇 好…沒關係可以 這可以播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有夾錢 一千啦… 不停的賄賂 不會了啦 現在大家都是很清楚 別說黑啦 你也… 退出製作圈 懷製作圈 我覺得借刀殺人就是 不想做壞事的時候 讓那個鮮血染了自己的手 因為在職場上 比如說 我們當主管都知道 如果你fire掉誰 或者是因為什麼因素 扼殺了別人的前途 其實地球是圓的 到時候說不定 會反覆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有一些深謀遠於率的老闆 或者是心機很深的主管 他在做這種壞事 就是要幹掉誰 裁員金融海嘯 他要縮減預算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借刀殺人這一招 例如說 也許他們會雇用外面的空降的高階 進入這個公司來幫他執行 他要剷除一些他不想要的人的手法 或者是他會利用下面哪一個 比較好掌控的主管 來擔任這樣子的角色 這個在職場上就是很… 一般般就是借刀殺人的一種方法 不過職場生存 剛剛我們就是教了這五招 我覺得有更多的 對不對 這… 但是要自保的話 應該是這樣 這五招都是屬於算是什麼 欺傷權 你傷人七分會自傷三分 知而不用 知道說有這些奧博 但是不見得你要去使用這種方法 但是正面來講 你可以提訪別人用這種方法來高利 防範 所以還是這個不能不了解 因為你不了解這些奧博的話 有一天你怎麼死的 或者是被人家借刀殺人 或被人家遠跤進攻 被人家落井嚇死 你可能都渾然不絕 那就是蠢蛋了 所以這個節目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去了解這些 那你不見得要去用 該用的時候再用 你去拿什麼 就像你買A貨的這招 千萬現在不要用這招 不要急著出招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要在關鍵的 現在的編繩不是這招 他們現在不拿A貨的包 拿A貨的手錶會 你要支持政黨 開玩笑 我覺得職場真的如後宮 要完全置身置外不可能 所以還是要放聰明學會 但要用也要用得漂亮 真的